龙坦的这间SPA会馆铁门走以拉萨 但令人不解的是旁边的招牌 却又写着帮人免费 医学电脑健康检测 他在这边开业很久了吗 13号534名了 你有没有听说他会做针灸 针灸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月19号这名自称 拿到加拿大汉医学院 治疗执咒的业姓男子 到新竹帮一名 有慢性肺炎的装姓妇人针灸 没想到扎了三针之后 妇人大喊好疼 经济送业人宣购不至 解剖后才知道 因为针灸导致气松 婆婆住这边麻烦她 因为她也没办法走路 麻烦她过来帮我们看 她就是出外诊 她是认识一个认识她的人 然后她说有人看好 那我们在屋主家是有发现一些 她试用过的针灸的器械 而且我们是有 而且我们就把她打包拿回来 刚刚给警察做证议 由于人体的胸部和上背部肌肉最薄 这也是中医师在针灸时 最忌讳的两个部位 都是胸腔的地方 都是要比较注意的部分 那就是比如说有她说 我的骨痛 比如说重大或怎么样 那可不可以这边震一下 那可能会选择用手上其他的血位 去做一个替代 想透过针灸舒缓肺炎 还没想到往最脆弱的胸腔一扎 导致富人弃胸致死 现在密医还得面对法律行责 记者何孟谦刑刘志展林寿宜 桃园新竹采访报道